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怕是稀里糊涂入手的 也不容易出现亏损 而是能够实现可观的收益 无意间入手的彩票很有可能中到头角 从而一夜暴富 而且他们还有可能成为拆迁户 或者是从长辈那里继承到可观的遗产 所以这类人一生之中从来不会因为钱财的事情而发愁 特别有钱 不过他们并不抠门 反倒十分慷慨大方 到了满年的时候 还会从事公益慈善事业 但是也值得提醒的是 虽然手里面很有钱 但是在花销方面 还是要张弛有度 不应当存有攀比心 或是炫耀的心理 更不要将钱财都耗费在奢侈品方面 二 眉毛中有志 在这项学上 眉毛中有志被称为是美里藏珠 这类人一生衣食无忧 他们往往家庭条件很不错 父母非富其贵 他们小时候便能够享受到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 对于这类人而言 不管是赚钱的途径 还是原本的根基 肯定都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 他们在父母长辈 以及亲戚朋友的帮衬下 总是能够得到前沿的商业资讯 自然可以实现丰厚的偏财积累 而且这类人还拥有特别强大的人脉关系 会选择与人合伙经营副业 而且在资金方面完全不用担心 即便自己没钱 父母肯定也会给予各种帮助 这类人不但收入很多 而且对于未来人生有着明确而详细的规划 他们花钱的时候很有自己的想法 绝不会花在虚无缥缈的东西上 三 脖子后面有志 这类人贵人与儿极为旺盛 而且人际关系和谐顺畅 在高人的指点下 他们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发大财 而且他们本身就非常善良 富有同情心和慈悲心 看到处于困境中的人 绝对能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因此他们能够不断积聚福德 在财富上能够在冥冥之中 得到上天的庇佣 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他们非常幸运 总是能够时不时得到意料之外的财富 就连平时在外面走路 捡到钱的几率都比普通人要高 但是值得提醒的是 即便很有钱 也依然要保持低调内敛 不可高调张扬 或是过度炫富 这样很容易引起小人的注意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 千万不要挥霍无度 不管买什么东西 都要提前想清楚自己是否真的需要 四 头顶上有质 由于这颗质位于头顶的头发当中 轻易不会被大人看到 故而也有着碧月修花质的称呼 就如同梅里藏珠 喜上眉梢一样 算是质象中比较少见的迹象 这颗质的出现 意味着命主能够获得 极星高照的运势变化 他们的偏财运会因此而大幅度提升 甚至他们的婚姻生活 也是相当的安逸 基本上不会遭遇太多的意外 五 下巴上有质 下巴在面向学里被称为地库 主一个人的财运 事业和福气方面的运势 也象征着一个人的满年运势 如果下巴有质 而且这颗质乌黑花亮 代表此人的财富将会得到不断的累积 财运非常旺盛 人生也都有发横财的机会 同时 下巴有质代表此人本身的家庭基业就很深 拥有一定的土地资产 生来就不愁钱花 好在拥有这颗质的人从来不会挥霍钱财 他们不仅懂得合理分配资产 还拥有高明的理财手段 可以将家中产业打理得井井油条 并不断为自己创造出新的财富 是非常有福气的一类人 六 肩膀上有质 长在肩膀上的质被称之为是壁垒 象征着其人在生活中能够获得意外的收获 就如同铁树开花一般 偏财运那是相当的不错 这类人虽然并不擅长管理财富 但确实是财运不俗 七 鼻头有质 鼻子在脸上被称为财富和私薄工 这与我们的财富有关 因此如果你看一个人是否有钱 首先要看的是鼻子 如果鼻子长得好 财富自然会好起来 如果鼻子上有一颗黑色闪亮的质 那这意味着主人的财富会上升 它不仅有很强的工作能力 而且有很好的领导能力 因此这种人适合自己创业 虽然有一些风险 但回报也很大 八 耳朵长智 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福分与财度等 若是在耳朵的地位处长有极致 并且志向长得大而黑亮 则这样的人生来的智力发育比较高 并且他们的事业心也会比较强 不管是进修还是任务都会具有不俗的成绩 并且通俗的情况下 这样的人本人的头脑也会长得比较活泛 一生都不差钱 日子也会越过越好 九 天庭长智 天庭即天庭 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早年运气 与智力发育有连等 若是在天庭处的地位长有极致 则这样的人诞生就会含着金钥匙 本身的诸子韵比较充分 并且他们的智力发育不错 脑筋比较灵活 福分深邃深智 一旦诸住机会 就必定可以升官发家 所以这样的人本身的福分不错 一生不差钱 各个都是福分项 十 上嘴唇长智 通俗在相学中 都会把长在嘴唇上的极致 称之为口服制 大多数的情况下 这样的人本身的物资前提不差 并且他们个人的生活也会比较强 不单本人会赚钱 也会给家人提供极高的物资前提 所以这样的人属于典型的享用型人才 不管是车房都必定不能太差 吃的穿的也必定会十分好 十一 手指上的痣 在手指上长有痣 说明这个人有着十分强的财快 一碰到好的机会 就会实时掌握住 通过本人的双手去发明财富 而手指有痣的人 也是最轻易一夜发横财的 十二 手臂有痣 在手臂上长有痣 也是代表会有很好的财运 这个部位的痣 预示一个人终满年的运势 代表此人通常到了中年 运势就会发生很大的提升 不仅事业上不断得到生殖加薪的机会 财富方面的运势 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拥有这颗痣的人 也预示着一生都能和好运相伴 十三 手肘上长痣 手肘上长痣也是富贵的象征 手肘有痣的人 无论做什么都可轻松得财 一生不为钱财发愁 通常名利双收 福禄双全 肚脐下方或肚脐上长痣 也代表富贵好命 说明此人衣食无忧 诸事皆顺 鼻头上有痣的人 也是财运比较好的人 常得意外之财 下巴科有痣的人 财运也是不错的 年轻时若到他乡求财 可顺利得财 十四 眼角处长痣 在眼角处生有痣的人 大多非常聪明 做事认真负责 能吃苦耐劳 会凭借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取得成功的事业 同时获得大笔财富 属于先苦后甜 由无到有的类型 耳垂长痣 耳垂生得大而饱满 称为耳有垂珠 这是一种福相 假如再生有痣的话 表示其人心地善良 有福气 常有好运光顾 财运旺盛 事业也比较顺利 能得荣华富贵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